新北市文化基金会的科技艺术巡回工艺行动 首站在新北市瑞芳区开跑 5月20号21日在新北市瑞芳区瑞芳国小筑点设展 邀请邻近学校师生参与 打破资源与地域限制 使学童免于长途跋涉 便能就近体验探索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无穷魅力 那这三年来其实我们在每一年的 这个科技艺术的计划里头 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结合 包括像台湾艺术大学 在这个相关的一个人才所提供的 比如说他可能结合动画 结合AR以及沉浸式的一个体验空间 那今年我们非常特别 我们结合了在跟运动有关的 我们把乒乓球的概念加之进来 增加更多在互动式的方式 去体验这个艺术的一个之美 这次巡回展新展品 弹跳之间互动投影桌球体验 借由桌球竞赛模式 融入新北著名的淡水红毛城 瑞芳金矿 银歌陶瓷与平林茶叶 运用高速电脑相机 以及及时影像处理技术 捕捉乒乓球轨迹 将移动路径 投影转换成具有缤纷视觉效果的互动画面 带给学子不同以往静态观展的学习经验 这次来我发现那个他们这里做的VR那些桌球那些都做得很好玩 然后还有那个平板的也让我们真正体验到那个要怎么实现VR 然后对答案那种 可以就是用这样的资源去增长他们的学习 或者是说让他们在这个学校的学习以外 有更多元的这种基础知识的一种沉浸 或者是在这些所谓的最先进的社会脚步 或者是国际性的这种连接上头 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连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觉得我身为一个海外的华侨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还有我们的基金会有这样的机会 一起来投入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意义非凡 新北市文化基金会就表示 这个计划已经迈向第三年 基金会作为连接各方资源的角色 今年首度连接台湾科教馆科学巡回车 促进资源的串联网络更加多元丰富 扩大偏向学生的视野 也更新巡回展展品 着重强调通过互动与参与者共创的意义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